小学活动的第二个主题是 从M加藏品学习像艺术家般思考 这个活动是专为学校的视觉艺术科而设的 我们很希望在导想的活动里面 学生可以打破一些对艺术家和艺术品既定的想法 在过程里面他们都会发觉 原来做创作不一定要留在室内的空间 艺术家都可以走出街 去收集街上的日用品 凭着他们生活的经验 对人的情感投放在作品里面 小学生不单只是看作品 学习一些视觉元素 而且我会看到他们在过程里面 都可以理解到不同艺术家 他们在创作的意念 无论别人怎样看也好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最想做的作品 在工作坊里面 教学人员是会派出一连串不可能的任务 给学生去挑战的 而我们想他经历的是 他们可不可以用一些另类的方法 和用创意去回应限制呢 我刚刚听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觉得可以弄得多大啊 弱得很新奇 没想过这个想法 他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探索 又会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 我会看到他们又会有一个合作的精神 我们相信 将艺术家本思考 其实就是面对困难 坚持不懈 以及勇于梦想的特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